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癢 睡覺的時候它就動來動去 然後很難睡 甚至早上起來的時候 它因為臉有死疹的關係 所以它抓得滿臉都是血的 異位性皮膚炎 以前我在紅腫的時候 我最早有在三個禮拜大 我就覺得診斷它是異位性 異位性皮膚炎它有一個別名 我都叫它叫做 反覆性的皮膚燒癢症 所以必須要反覆出現在某些位置上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癢 而且是那種難以承受的癢 所以這寶寶可能是在睡覺的時候 它就動來動去 然後很難睡 甚至早上起來的時候 它因為臉有死疹的關係 所以它抓得滿臉都是血痕 這種樣子就會像異位性 所以異位性並不能從抽血說 你是異位性 而是從臨床上覺得媽媽有這些主數 你就會懷疑說 它的皮膚炎可能是異位性 那當然要做一些鑒別診斷 一旦皮膚有發現有發炎紅腫的時候 以一個異位性皮膚來講 急性期的時候 它皮膚會變得有點濕濕的 在雅精細型的時候 它會變得有點紅紅的 在慢性期的時候 它會變脫血乾 那基本上有這三個時期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就應該有藥物的介入去治療 不要讓它惡化下去 一旦惡化的時候 基本上後面的治療就更困難了 一般抗主殖案類的藥物都是口服為主 所以它會有全身性的副作用 所以常見的副作用來自於食慾增加跟失碎 甚至小朋友有時候吃了 漸漸越來越沒有效 我們叫做耐受性 這時候劑量就要增加 到最後吃了就變得沒有效果 異位性皮膚炎的小朋友 因為他非常容易搔癢 尤其在睡覺淺的時候 所以一般我們會把這些藥物 開在睡前讓它比較好睡 第二個 大部分我們都開長效型的 這樣子的話 它的作用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耐受性比較不會那麼快產生 類固醇呢 當然它是一種食疹 所以它一定是用擦的 如果你大面積塗抹的話 皮膚會變薄 甚至血管我們會變明顯 但它比較不會有吃的那種水油肩 月亮眼或水滯流的問題 但是長期擦下來 它從皮膚吸收 還是會有這些副作用的存在 所以一般來講 在即興期的使用上的話 醫生會建議你短期之內 3到5天擦拭 第二個 類固醇整個的 所以藥膏的藥性分成7個效價 那就是看醫生的經驗說 這樣子的膚質需要用到什麼效價 就跟乳液一樣 類固醇也是有三個等級 一樣是有分Lotion Creme 跟Oilmen這樣去選擇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建議即興期大概差3到5天 好了之後 盡量選擇用保養型藥物 大概就是指乳液 一般來講 然後異味性我剛剛講過 它可能是很乾很癢 所以在保護上面的話 就要積極執養 跟積極的保濕 這樣才能讓它生活平均的大大提升 第二個 減少皮膚的受傷 因為當它一癢的時候 它一抓破皮的時候 它的皮膚也會更嚴重 可能有感染的風險 所以一般遇到這種皮膚也 我們都跟他講說 既然已經變成這樣 一定要積極治療 控制好 不要讓它變進一步的細菌感染 我自己的雲床這樣建議要泡澡 包括法國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雅漾這個地方 專門建議 異味性皮膚炎的小朋友 應該要泡溫泉水 因為這樣可以幫助它保濕 當然水溫很重要 不能太燙 可能低於體溫的溫度去泡澡 起來一定要擦乳液 因為我們皮膚會皺皺的 皺掉 異味性皮膚炎的小朋友 不能過度的去清潔 所以清水可以泡 但是不可以用沐浴乳 或沐浴精去過度的清潔 反而把它皮質洗掉之後 它會合併另外一個皮膚炎 叫缺脂性皮膚炎 這樣反而更乾燥 一般來講 很古老的觀念 認為異味性皮膚炎 因為皮膚很乾 所以有一個很好的療法 叫絲膚療法 給皮膚呢 給它擦上乳液 然後用一個濕的紗布 先敷上去之後 再用一個乾紗布 等於是兩層去覆蓋著 覆蓋完之後 再用一個保護的東西 保護起來 經過一整夜之後 皺摺處的保濕度 這樣就會好 我會給家長一個準則 如果皮膚是完整性的 那基本上應該選擇乳液 乳液的等級來講 分三個等級 Lotion 就叫乳霜 稍微比較水一點 Creme 稍微比較黏稠一點 甚至有點白白的 Oinment 就是屬於比較油膏類的 比較大面積的 或是說夏天白天的時候 可能用Lotion 比較不會那麼黏 局部的地方用Creme 因為比較好去推開來這樣 才能讓皮膚吸收 過敏的話 最重要應該是 五個字叫 避開過敏源 那非不得已的時候 才要用藥 但一旦決定要用藥的時候 就要乖乖遵照儀祝吧 藥物的時間跟 該吃多久應該好好治療好 不要讓它變成惡化